昨日前驚爆美國製附了快篩試劑無法判讀的事件引發了各界關注 新竹地檢署調查之後發現 申請進口的大新公司把中國製的劣質快篩試劑混從美國製來販售 初步估計不法獲利高達了1億多元 在昨天也繽紛五路搜索 今天凌晨的時候呢是完成了附訓 向法院申請羈押執行長 另外兩個人分比100萬元還有10萬元交保 還有剩下的兩個人則是被請回 調查局人員將一箱一箱政務頒回調查 因為這些全是劣質快篩試劑 快篩試劑盒子上標注原產國是美國 數量超過45萬隻一共1400箱 檢方追查發現進口商大新資訊公司交貨時 委託中國生物技術公司生產包裝後送到香港 不時標示原產國是美國 再以空運方式運送來台 新竹地檢署兵分五路大搜索並帶回五人徵訊 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 刑法詐欺 妨害農工商等罪嫌重大 且有篡證反覆實施詐欺罪之餘 已向台灣新竹地方法院申請激押禁見 高雄台中衛生局連日發現 這款快篩試劑無法呈現T線或C線快篩結果 瑕疵比例偏高 因此回收數萬劑開放市民換貨 經調查後發現大新公司一個月 進口中國製富樂快篩試劑近237萬劑 已有192萬劑流入市面 台德標國防部軍醫局 台北市高雄台中新竹等十多項政府快篩試劑採購案 以每季不法獲利約50元估算 公司不法獲利超過1億元 採購的快篩試劑一共有3100劑 有出現有問題的試劑 我們公所這邊預計全部來回收 政府採購卻買到劣質品 除了大新執行長被申請羈押 另外兩名涉案人分別以100萬跟10萬元交保 還有兩人被請回 全案依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跟刑法詐欺等罪嫌偵辦 記者 許醫前夕五報導